大家好,今天继续聊霍元甲 聊之前呢,讲件搞笑的事 在上一期聊霍元甲的视频下面 有一位传舞拥护者留言 他说,贝里吐槽的孙怒唐 又是贝里认为权威的申报这么评论的 申报1928年5月5日评价孙怒唐 于行义、八卦、太极三权及剑术皆争决议 神舟莫测之身手 巧的是,我在做孙怒唐那期 为了去验证孙怒唐所谓的打几个日本武士 又跟谁交手之类的真实性 是翻阅过申报的 在1928年,也就是民国17年的5月5日的申报上 确实有关于孙怒唐的消息 那是在刊登众多戏院表演节目的广告的本部真刊上 有一则团体消息刊登了关于孙怒唐的新闻 新闻题目是 金舞会欢迎孙怒唐 正文如下 北方武术名家孙怒唐 此次应国术研究馆资聘 来金过户 这个金是南金,不是北金啊 当时的首都是南金 即受各界欢迎 本部金舞会定今日下午二时开欢迎会 并简邀武术专家 陈威明、陈志静、叶大秘、李某某等 这个李某某是因为影印的比较模糊 分辨不出是谁 如果有定友能推测出是谁 欢迎留言 闻节目除表演国际外 还有剑舞、装舞等音乐助行 并欢迎各界参观 不收入场废云 这就是金舞会的一则小通稿而已 说是孙怒唐去南金的时候路过上海 他们作为本地的武术组织 在五号的下午开了一个欢迎会 有各种表演 欢迎大家去看 邀请的这些所谓武术专家 其实都是孙怒唐的徒弟 特别是这个陈威明 我在讲孙怒唐的那期 特意提过 他是晚清的一个举人 跟着孙怒唐学过几招行艺和八卦 孙怒唐那些吹得神户奇迹的传闻 基本上都是他写的 具体大家可以去看那一期视频 在这里也就不详聊了 其实从这则小新闻还可以看出 孙怒唐那些所谓的打日本武士的传闻 基本上都是假的 申报连他路过上海 开了一个欢迎会这种小事 都会报道一下 他要真打了五个日本武士 申报能不报道吗 这是振奋明心的好事啊 那一段时间 正是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 各大商家都在申报做爱国营销 孙怒唐要真打了什么 日本武士百元一雄 一个人还打败了五名 日本武士的联合攻击 申报不给他出个号外 出个真刊啊 所以我能确定 这位传舞用户者 他是没看过申报的 应该就听别人说过 在申报的某期上 夸过孙怒唐 然后就当真事说了 而且他应该也不太懂 去看过去的报纸 是去验证这件事 当时有没有发生过 而不是去关注他的主观用词 以他这种思维 去看49年的申报 估计是会崩溃的 49年5月22日申报的头版是 国军骤劫 共军损失重 到了5月25日的头版就是 解放军京城入市区 守军后撤 你要带着立场去看这报纸 那就没法看了 所以看这些报纸 只要看看时间地点人物 然后结合其他方面来分析一下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了 根本不用去纠结 他用了什么词 更不用把他用了这些词 当做什么权威 好了 聊了这么多题外话 说回霍元甲吧 上一期说了霍元甲 是自己摆类 美国大力士前来应战 后面因为规则没有谈拢 再加上没有裁判 寻谱房没有批下来 所以这场擂台就没有打成 并不像传闻所说的 美国大力士摆擂台辱华 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霍元甲挺身而出 下退美国大力士 这一期我们继续讲 霍元甲的擂台生涯 在上一次的擂台比武 无果之后 到了1910年的4月15日 霍元甲又在张元 立下擂台比武 并且也在申报打了广告 大概意思就是 霍元甲去年在张元 摆了三天擂台 大家都齐齐称赞 他走了之后 又有病申 英国大力士 李德海 佟友鹏 军界大力士 东海造租军 写信跟申报说要挑战霍元甲 所以霍元甲再次来到上海 并且在工商局领了比武护照 在本月的初七初八 午后三点到六点 在张元恭候这些人 过来跟他切磋 入场费每位五毛 军人跟学生穿着制服来 可以半价 根据一年多前的报道 霍元甲在张元等那场擂台 并没有打成 可能是在现场打了一下套路 或者是跟张元原本有的历史 套了一下招 反响不做 于是今年又来摆下擂台 准备打一下吧 到了四月十六号 申报了头版 张元又刊出了广告 说收到了东海造军的来信 定于今天午后四点半 在张元和霍元甲切磋一下 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在申报上我没有查到 但是在时报上查到了 时报也是上海的一份报纸 它是戊虚政变之后 保皇派创办了一份报纸 在1910年6月3号的时报上 刊登了一则张元比武广告 广告写道 中国大力士前同东海造军比武 造军败后 现邀其有张军 定于霍大力士一较优劣 现已定于本月炼七日午后四点钟至七点钟 在碧元阳房内比试 届时悟请 请诸君惠灵 特此布告 意思就是上一次比武 东海造军输了 这次叫他的朋友过来帮他报仇了 这个炼七日就是二十七日 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吧 在清朝的报纸上面 农历是称为日 阳历是称为号 比如刊登这则广告的日期 阳历是1910年6月3号 而隆历是宣统二年 四月念六日 所以大家在看晚清时期的资料的时候 如果写的是号应该就是阳历 写的是日应该就是隆历 所以在他们那一代的传武大师中 霍元甲是有记录 实实在在打过擂台的 虽然并不像影视剧中 打了些辱华的洋人 只打了一个现在还查不到全民的东海造军 但这也是有记载的擂台啊 总比孙怒唐那种 说自己击败了五个日本武士的联手攻击 却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记载的大师强 而且霍元甲在当时也没有催他自己是什么大师 只说他是个大力士而已 就现在流传下来的霍元甲的照片 就这个身材说他是大力士 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 至于霍元甲跟这位赵军的朋友张军的比武结果 现有资料就无法再查到了 因为在当年的六月份 霍元甲和龙敬孙就发起成立了上海金武体操会 两个多月之后霍元甲就去世了 而在这两个多月里面 也没有他跟日本人切磋的记录 那么后面那么多影视剧中 霍元甲的事迹 以及最后被日本人下毒的故事 是来源于哪里呢 来源于霍元甲去世五年之后 1916年1月 在青年杂志上刊登的一篇 大力士霍元甲传 作者是萧汝林 说青年杂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 这本杂志在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 创刊人是陈独秀 所以现在这篇文章在维基文库里面 还是算在新青年头上的 这是一篇2300多字的记转体文言文 如果要一一讲述 每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说不下来 就挑重要的说吧 关于霍元甲下退洋人 这篇文章中是这么说的 英国有个大力士到了上海 肚子上可以承重800斤 还可以把发动的汽车推着倒行 霍元甲从天津去找他约站 约好了时间 约好了地点 还约好了2000块的彩头 如果谁失信就要赔偿500块 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 这个英国大力士居然返回了南洋 失约了 看过我上期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能在肚子上睡700磅巨石的 是一个德国大力士 能南汽车的是一个英国大力士 而跟霍元甲约站的是一个美国大力士 他们定下的彩头是1000块 后面因为规则没有谈拢 没有裁判 寻谱房没有批下来 所以最后就没有打成 这位肖先生 把这几个人揉到一起 添油加醋的瞎编一通 就变成了霍元甲的英雄事迹 文中还说霍元甲去张园设了擂台 以等待英国的大力士 而且还出了广告说 你们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那咱们来切磋一下 看看到底谁是病夫 而关于霍元甲的死因 也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 是一个叫邱野的日本人 给霍元甲下了毒 把他毒死了 后事关于霍元甲的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 都是来源于这一篇文章 包括1923年 平江不销声 写的长篇小说 近代霞裔英雄传 也叫大刀王武 霍元甲霞裔英雄传 也是以这篇文章为蓝本的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百度百科里面 会把与霍元甲约战的 美国大力士奥皮英的国籍稿 写成英国大力士 源头就是在这里 至于萧先生 为什么会把大力士写成是英国的 那是因为在当时 世界第一强国是英国 而不是美国 美国甚至连世界第二都算不上 所以在他的文章里面 设定了一个嚣张的俄国大力士说 他是世界第一大力士 世界第二是英吉利大力士 世界第三是德意志大力士 这就是按照作者本人 对世界强国的认知来写的 所以真实的霍元甲跟影视剧中的霍元甲 完全不是一回事 真实的霍元甲只是一个有一定实战能力的武师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上来看 他算不上什么民族英雄 没有电视剧中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他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 被文人们树立起来的一个符号而已 或者说武师霍元甲是在一部英雄电影中 扮演同样名为霍元甲的英雄而已 这是像演员唐国强 在影视剧中几乎扮演了上下五千年 每个朝代的帝王 然而出了影视剧 他还是个演员 那肯定会有传武的拥护者说 霍元甲好歹创建了金武门 或者说金武体操会 孙文先生还给金武门提了字呢 诶 那这个事又得感谢萧汝林先生了 金武门的很多事又来源于 他发表在新青年的另外一篇文章 述金武体育会事 这就等我网购的另外一份资料到手了再讲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